影上节目谈一响。 白白报网友竟劝告他。 白白觉得自己已放下一响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3月25日。 一人白白白心如今。 25日参加中天节目小明星大跟班录影,他受访时谈到先前在节目大爆料,揭露与异想分手的真相,根本非南方所讲的兵便,而是自己不被重视,两人才走不下去。 他表示节目出来后,很多网友回应,大家希望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,希望我向前看,才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未来。 白白与异祥对分手原因认知有出入,遭询问是否对感情却不。 白白坦言,其实多少会有一点,有一点不太相信感情吧。 提到因为媒体的报道,网友被带风向,对于这件事情他也蛮在意的,当时没出来讲,是因为觉得会越讲越复杂。 那为何隔了一段时间才在节目公开聊? 他回答,刚好节目需求,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聊一下,也算放下了,所以我才可以在节目上这样聊。 询问白白白节目播出后,一响的反应,他坦诚两人没聊过,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教会,在教会里,会像朋友一样打招呼。 他表示目前的规划以工作为主,感情先放一边,交朋友可以,但如果说发展男,女朋友的话,还是要一点时间。